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 在华人社区有位医生 他有几十万的现金 都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 在他外出吃饭的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保险箱跟现金就不翼而飞了 这个事情让我想起多年前 在另外一个华人社区一个餐馆老板 他做了二十年的生意 省下了一个四十多万的现金 放在家里面 他每天是早出晚归 可是在一夜之间 晚上十点钟回家的时候 发现他这个四十万现金 已经不翼而飞了 我们都可以看见 这个好像前面这个事情 跟后面这个事情 好像都是经过一些内贼 老马仕途 大家有没有想一下 我们华人在外国人的心目中 就给人家已经定了一个形象 他认为只要华人有房子的 他家里肯定有大量的现金 肯定有珠宝 所以我们可以target他 我们可以来抢他 所以我在这里奉劝新移民也好 或在美国多年的移民也好 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 不要有这个披心待跃的习惯 就是出门 带一些珠宝 现金 家里面放了一大堆的现金 不要去有这个习惯 因为很多内贼人家知道 或你打扫这些东西的话 他们会趁机而入 我们同时也在这里提醒民众 如果你有一些信件 尤其是financial statement 银行一些账户 最好成立一个PO box 能够邮寄 放在PO box比较安全 当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去度假的时候 最好要通知邮局 不要继续的寄这些信件 总而言之 我就是希望我们华人民众 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形象 把自己的现金 一定要存在银行 比较安全 这样做的话 不但是能够保护你自身的安全 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如果盗贼都抢不到钱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华人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